环保爱地球从工部门以身作则 台流县环保局率全国之先 从去年起事半会议活动减费 透过无纸化讯息不提供一次性用品 订购环保餐盒的方式减少废弃物产生 甚至带动了餐饮业者响应采购环保餐具 获得环保署环保先锋良好奖肯定 大大小小的行政机关会议沿袭活动 地方政府一年下来可能举办破白场 而会议前要寄发行政通知 中午还要订便当订饮料 往往一场会议结束就产生不少垃圾废弃物 为了落实一次性用品减量 台东县环保局以身作则 从去年起事半会议活动减费行动 我们总计办理了20个场次的减费的会议 那另外还有包含一场次的这个大型活动的减费 整个统计来看的话 是减少了一万六千多个 这个一次性的废弃物产生 超过两千人次共享盛举的减费生活节 就减量超过一万六千件废弃物 而原本多数餐饮业者都使用一次性餐盒包装 但随着减费行动逐渐成为风气 住了越来越多店家接受消费者自备容器外 目前也有六家餐饮业者响应环保 采购循环容器 购物职员也几乎人人自备环保餐具 当然一开始会有一些不适应 因为很多的业者他也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但是我觉得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台东县环保局减费成效 各界有目共睹 荣获环保署2022年绿色餐饮服务 及减量行动竞赛环保先锋组 两号奖肯定 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办理说明会 让台东加速迈向永续成事 继续上大会台东市报道 一间小规lim 29aning 210 210 2 employ